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提普老师 提普老师这一次也跟各位同学讲的是 有关于111学年度起开始的学测 它有变化题型 在开始之前呢,老师要鼓励同学 把这个期前三字还有这个业语先背熟 然后呢,多阅读广泛的文章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111学测提醒有哪些变化 首先第一大题之前呢,第一大题占了72分 新的题型变成62分 62分里面呢,之前有四大题 现在增加了一大题叫做篇章结构 第一大题词汇题由原本的15题变成10题 第二大题综合测验本来有3篇变成2篇 第三大题文艺选题一样是1篇10格 而增加了第四大题篇章结构1篇有4题而且是8分 接下来呢,阅读测验原本的4篇变成3篇 而每一题一样是2分 阅读测验3篇就占24分 第一大题选择题型占62分 接下来增加第二大题的题型叫做混合题 它有包含阅读选择题 也有包含非选的回答问题还有填写表格 而这边就占了10分 待会老师会做一一介绍 第三大题非选择题型是没有变化的 非选择题一样是第一大题中翻译 有两题然后一题4分总共8分 而第二大题是作文20分 好,同学以上呢,接下来老师要一一做介绍 接下来老师用答案喊跟各位同学介绍 新的学测有哪三大部分 首先第一部分它就是选择题的部分 选择题总共46题占62分 而第二部分它是混合题型 总共一大题占10分 第三部分是非选择题 非选择题占28分 好,那接下来老师一一跟各位同学介绍 这三大部分的题型内容 首先提普老师要介绍的是第一部分选择题 而这第一部分选择题里面包含五种题型 第一种题型是词汇题 词汇题它总共10题 一题1分占10分 而第二部分是综合测验题 综合测验题就是所谓的课漏字 它有两篇课漏字 总共10题一样占10分 而第三部分是文艺选择 文艺选择一大题一样10题10分 而第四部分增加就是增加的部分了哦 第四部分是篇章结构 篇章结构一大题 好,这一大题里面呢 大概4题可是一题是2分哦 所以呢,这篇章结构总共占8分 而最后一大题 第五大题是阅读测验 阅读测验呢,它总共占了12题 而这12题里面也就是三篇文章 它每一篇文章4题 每一题都是2分 那阅读测验就占24分 所以选择题加起来就是62分 接下来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叫做混合题 混合题很类似素养的题型 这个呢,占有一大题 而这一大题里面就占有10分 那这10分里面 待会老师会在后面一一 跟各位同学细节的介绍 这个混合题在讲什么 它结合了写作跟阅读测验 考同学的分析整合跟理解能力 而第三部分呢 它是非选择题的题型 这跟以前一样 非选择题分为两大题型 第一就是中班音两题 每一题四分 也就是占有8分 而第二部分呢 是英文作文 那至少写120个单字 那英文作文占20分 那么接下来提符老师呢 就把这三大部分的题型 一一做例句的示范 让同学能够更加的掌握 新的题型的准备方向 接下来我们看第一部分 选择题的细节 首先老师介绍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选择题46题占62分 来我们来看第一大题 第一大题呢 它是词汇题 词汇题总共10题占10分 来我们来看第十题的部分 第十题它讲说 第十题 这一题答案是A conducted 被引领被带领被执行 所以答案是A 这个单字题会就会 不会就不会 请同学增加你的智慧量 第一部分选择题的第二大题 综合测验 它就是所谓的克漏字 克漏字有两篇 每一篇呢是五题 也就是十题 一题一分 第三部分是文艺选天 文艺选天呢 它包含十题 每一题一分 第四大题是篇章结构 它是一篇文章里面 有四个空格 而这个空格里面呢 填入的选项是ABC株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篇章结构 每一题两分 所以篇章结构占八分 第五大题是阅读测验 阅读测验以前是四篇 而新的学车变成三篇 三篇呢 每一篇四题总共十二题 那每一题两分 所以阅读测验就占了24分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部分 新增加的混合题型 它包含了阅读跟写作能力哦 我们来看看细节 那么接下来第二大题呢 这个是混合题型 这是之前都没有的 那老师还特别再讲一下 好混合题型呢 它总共一篇文章里面 它有包含选择题 跟非选择题的部分 选择题的部分 第47题老师就不讲了 而第48题它讲说呢 在第三段有编号1到7 哪一个是最容易去形容作者 对这个齐压子的态度 好答案是7 所以这一题答案是7 而接下来第49跟50题 它答案老师给各位同学看一下 答案49题它有飞选的部分 而第50题它必须再填在表格这两格 老师先讲49题 49题它讲的 它问的是 在最后一段 它讲说作者这边有提到说 If you don't 假如你没有怎么样的时候 没有任何超级食物能够拯救你 那答案呢 你就必须去寻找了 答案呢 你就必须填说 假如呢 你没有吃一个均衡的饮食 带有许多蔬果 并且做规律的运动 那么你就 那么你就不需要吃超级食物了 因为超级食物也拯救不了你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就是 如果你没有做 吃均衡的饮食 并做规律的运动 这一题答案就是 这里 必须吃均衡的饮食 带有许多蔬果 并且做规律的运动 接下来第五实题必须填入表格 这篇文章主要在讲作者 他对于起压子 以及对肝蓝这两个被视为超级食物 所持有的怀疑 但是在作者在这篇文章里面 他提到这个肝蓝 他的营养分是铁跟维他命 那他对这个身体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 他可以 答案在这里 他可以去制造 制造这个红血球 所以你必须去文章中找答案 所以这一题答案就是 Megred Blood Cells 那接下来呢 这个起压子呢 它的营养分在哪里呢 它在第三段 起压子讲到 起压子里面有含这个Omega 3S 就是你可以填Omega 3S 但你后面可以说 这个脂肪酸也可以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 你就是这两个表格 必须填这一个跟这一个 一提两分 这个就占了十分的混合体型 所以呢 这一大题是新的新的提型 同学你的审核分析 以及整个理解能力 必须去综合 这包含选择题跟非选择题的部分 这边老师要提醒一下哦 这个混合体型的评分原则就是 如果你答案是完全正确 语意完整 就得两分 如果答案不完整 或不完全正确 那就是一分 那如果完全空白 或者答案错误 就是零分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部分 非选择题的提型 接下来第三部分 是非选择题的部分 这个都跟以前一样 包含两大题 第一大题是综艺音 有两题 每一题四分 也就是八分 而第二大题呢 它是英文作文 占二十分 因为这个都跟以前一样 所以这边 非选择题的部分 老师就不多余的介绍了 经过了以上的介绍 同学们为了接下来的学测 新的题型 同学把单字 片语 还有阅读 多做理解 多看文章 那么提布老师 祝福各位同学 能够得心应手 加油